林云如在这场比赛当中 激战世界球王樊振东 打出了堪称史诗级高水准的比赛 虽然不幸落败了 不过今天晚间 同牌之战 他将对上的是德国名将奥恰洛夫 他曾经在2012年伦敦奥运时 击败台湾好手庄志渊 让台湾当时最佳成绩 现在只能停在四强 这一次林云如就要力拼奖牌 对手又碰上了奥恰洛夫 两人过去曾经是队友 也有私交 过去交手林云如多居上风 这次对战 林云如也表示 场下是场下 场上是场上 他该打就打 台湾沉默杀手林云如 激战中国世界球王樊振东 打出堪称史诗级高水准比赛 虽然不幸战败 但30号晚间同牌之争更关键 对手是2008年 北京奥运拿下桌球 男单银牌得主奥恰洛夫 也是当年打下庄志渊 夺牌之梦的强敌 2012年伦敦奥运 男单铜牌战 奥恰洛夫击败 台湾好手庄志渊 让台湾最佳成绩 只能停在四强 32岁的奥恰洛夫 肩负德国队第一主力重任 也是欧洲最具实力首席球员 国际战绩相当惊人 2008年北京奥运拿下银牌 2012年再拿下铜牌 是这杯球赛 男单项目 共夺下一次冠军 两次季军 2014年几乎称霸 所有欧洲单打赛事 还曾打败中国大满贯选手张继可 他们的实力中台都蛮强的 所以我们也针对这个 当然要云辱特别注意 前台的进攻 得分方面 一定要特别去加强 虽然奥恰洛夫四战 不敌中国选手马龙 最终以9比11落败 为了要战胜马龙 奥恰洛夫还找老婆 穿马龙球衣当假想敌 接下来将对上 我们的桌球神头 凌辱目前世界排名第六 而奥恰洛夫则排名第八 两人其实在国际赛场上 还曾当过队友 一共对战六次 凌辱取得四场胜利 强碰老战友凌同学 也很淡定 表示虽然有私交 但场下场上 不会留情面 该打就要打 全国集气 期待小林同学击败欧洲球王 再替中华队拿下夹击 记得台北综合报道